第103节 喝酒与解离 真的出体经验 前情摘要 塞斯说 比尔在心灵能力方面 有很多天赋 其中之一就是感知幽灵的能力 塞斯也说 真和我本来应该看到更多 但因为我们两个过分挑剔 所以我们两个 没有看到多少我们看见的东西 约瑟对这些课尽心又尽力 他相信我 但鲁伯是个怀疑者 很久以前就是 他在理智上很感兴趣 但在情感上还没有投入 约瑟让这些课成为可能 没有你 鲁伯不会让我过来 没有你 鲁伯连一节课都不会举行 鲁伯一直在寻找纪律 他永远在寻找他缺少的纪律 现在他有了他的纪律 但又过分地应用了他 反而妨碍了非常强的自我直觉 所以一定要缩减他 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效力于这些课 他们的广度才会变大 约瑟一直都有纪律 你害怕信任你的直觉 你早年的生命情境助长了这个恐惧 但现在已经学会信任自己 并具已扩展了直觉力 你现在是自由的 马克需要纪律 但你会在生活中达成自己的纪律 纪律是自律性和拓展性的平衡点 不让自己陷入狂热的自我痴迷和偏执状态 也不可太多谨小慎微的顾不自封 抵触狐疑 不能什么都全盘接受 也不能拒人千里固守成见 赛斯警告了珍 要小心日后的两名油画投资者 不可与他们交易 那是坑 不要再次陷入其中 珍已经开始进入 眉间轮的能量发动初期 可以闭着眼睛看见内在光辉和意识炫彩